宜蘭三星這裡呢 目前是下起了雨喔 那這個颱風山圖 而是持續的進逼當中 宜蘭三星這裡最有名的就是蔥喔 可以看到我手上這一把蔥 是今天上午老闆才剛剛採收下來的 就是因為害怕 因為颱風的逼近 可能會有一些災損的行為 我們馬上問一下這一位老闆喔 幫我們看一下鏡頭 對 今天上午的話 其實有做了哪一些防台的準備呢 今天的話如果針對三星蔥的話 因為我們就把一些比較成品的話 就把一些起來儲存嘛 那像這個的話 種了差不多一兩個月的接種就沒辦法 那種就種差不多三四個禮拜的沒辦法拔 是不是排水的設施也非常的重要 對阿對阿 所以就把一些的話 除了說成品蔥把它拔一些起來 除外的話就是把排水系統把它整理好 那如果下袋的話 它的水量能流暢這樣 而且我們現在很關心的是 因為現在蔥其實算蠻貴的 如果這整片蔥如果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你初估如果沒有辦法預防的話 它可能是會損失超過大概多少金額 這一片的話 超過兩三分地左右啦 如果這應該 我看是四五十萬跑不掉 因為現在平均價大概都要兩三百塊嘛 所以你們其實也蠻憂心的 是啊 沒辦法 那現在就只能看颱風看怎麼樣 好其實宜蘭的位置呢 針對這一次的颱風 其實也是預測是會受到這個風雨的影響喔 那現在這個蔥農們其實也是做好了防台的準備 就是希望可以把這個災損的狀況給降到最低 所以